中国房地产生层次的原因,不是房地产商和其他黑手直接推动的,而是整个社会的规则设计所致。 中国社会是二元社会,社会最底层的人以温保卫设计的生存标准,城市底层人员的就业受到农民工的竞争,工人工资被严重压低。 农民自己有地可以解决自己的吃饭问题,有宅基地可以建房,土地不要钱,十来万元可以盖楼房。 所以说农民工的工资目标是,种子钱,简单的日常生活费,小孩上学的钱和十万元盖房的钱。 只要家人不生病,他们每月三千元的高薪,可以在几年时间实现他人生的辉煌目标,进入小康生活。 由于农民工的存在,城市人口的工人工资就无法提高,城市居民拿着农民工的高薪,无法在城市里体面的生活,加上中国社会的教育,医疗,住房等资源,不是为人工民无偿提供,资源越好,收费就越高。 所以说多数工薪阶层是拿着仅够生存的工资,在城市里挣扎。 中国社会的经济发展,若要向西方发达国家设计工资标准计满足舒适的生活以外,还可有于前出国度假旅游,那么中国的经济就无法生存。 中国为了用低廉工资参与世界经济的竞争,唯一的办法就是牺牲工人的利益。 所以说中国大多数老百姓是勒紧裤带过日子,不敢乱花一分钱。 这是能不消费就不消费的行为,就是通货紧缩,表现在日常的消费品不断的价格走低。 对应最底层的是掌握经济资源的社会阶层,社会的一切财富分配完全被控制,中国经济40多年创造的财富,被集中在他们手中。 这些钱是什么概念呢? 日本30年的经济高速发展,日本的工人工资已经接近美国的工资水平,日本的海外资产非常的巨大。 即使日本本土经济被毁灭了,靠着海外的资产,依然可以生存。 因为日本从封建社会变革开始,就按照民富国墙来设计的游戏规则,而中国是按照国富民墙来设计的游戏规则。 中国的国家是富了,由于国家被掌握资源的人所控制,财富必然要流入他们的手中,而多数老百姓不掌握资源,只能以吃饱穿暖的标准得到一点施舍。 这点施舍远达不到民墙的标准,所以说40多年了,中国国富民墙的目标只实现了一半。 中国在海外也像日本一样拥有庞大的海外资产,不过这些资产全是贪官们卷走的老百姓血汗。 由于中国的掌握资源的人拥有了大量的财富,而这些人日常所有的生活开销基本是公款买单,烟,酒,车,旅游,衣,住房等等。 所以说这部分商品不断的通货膨胀,公款买单的形式是不一样的,烟,酒,公车,旅游,衣,餐费是直接买单,住房则是迂回买单,这种迂回表现在一个投资巨大的基建工程后,掌握资源的人,每人也买下了高级住房。 由于不需要自己买单,钱来得太容易,所以说,名烟,名酒,名车,豪宅价格非常依然生意兴旺。 这种消费为什么多数经济学家不明白,因为他们用经济学的理论分析。 事实上当贪官落网后,才发现他房间里的名烟,名酒,他有生之年已经消费不完,他名下的豪宅他也住不完。 只要中国的游戏规则不变,房子再便宜,你也买不起,豪宅再贵也能卖掉。